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你真是 天哪 你买了烤粒子啊 反正这也算是粒子了 红枣呢 也要有红枣啊 祭祀的时候不能没有红枣啊 红枣 我去买粒子的时候就要说了 我以为你买粒子的时候会顺便买啊 你第一次办祭祀啊 哎呦 真是 天哪 祭祀的时候要有粒子跟红枣啊 怎么会不知道呢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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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瑜弄好了 再用煎饼就可以了 哎呀 柿子呢 买了吧 要 柿子干嘛 什么干嘛 爸活着的时候不是很喜欢吃柿子吗 每年啊 就算准备满满一桌的贡品 如果没有柿子就会被骂得很惨 身为大儿子怎么会 会忘了这件事啊 哎呀 真是 没有柿子就算了吧 哎呦 原来没有柿子也可以啊 那大家为什么 还要为了这个折磨我呢 哎呀 哎呀 真是的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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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